在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经常发生战争,要么就是政权更迭,大大小小的势力相互讨伐,就比如三国时期,要么就是抵御外敌,本国的军队抗衡其他民族或是国家的入侵,向宋朝对战辽国和金国,所以在封建王朝的时代极少有安定的日子,不是在打仗,就是在打仗的路上。 可既然是战争,那势必会有伤亡,而且一般情况下伤亡还是很大的,那古代人在打完仗之后是如何处理战场上的尸体的呢?总不能就扔在那里放人不管,先不说污补污染环境,看着也不好看啊。 而且还很瘆人,肯定要及时处理,不过你想象不到古人使用的方法多么残忍,最后一种更是很恶心,但就是想想就让人作呕,在古代,战争是冷血的,也是无情的,一旦上了战场,就很难全身而退。 对,所以,每一场战争都会在战场中留下大批的士兵尸体,那么,古人一般是怎么处理这些尸体的? 我们都知道,如果某个地方堆积的尸体过多,此地区就很容易产生瘟疫等疾病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战胜方一般会用以下几种方法来处理这些尸体。 古代战争的惨烈景象令人难以直视,成千上万的士兵倒在血泊之中,尸骸遍野。 然而更令人心酸的是,这些为国捐躯的勇士,在死后却难以得到一个体面的安葬,在那个落后的年代,人们受限于技术与条件,往往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战场上的遗骸,就地掩埋是最常见的做法,士兵们会在战场附近挖出浅坑,将战友的遗体草草掩埋,多者则堆积如山,掩于荒野之中。 这些无名的枯骨,曾经也有鲜活的生命,然而战争的残酷让他们连名字都被抹去,成为历史的尘埃。 古人常说入土为安,战争中最为常见的方法便是土葬。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找块空地挖个大坑,把尸体都丢进去,然后盖上一些土便算完工。 当然了,基层军官还是可以立个杯什么的,像我们电视剧中常说的马格果师的情况,一般只会在军中将领或者十分有影响力的人战死时,才会采取这种方式。 例如,西汉有名的福伯将军马元,便是这句话的代表人物之一,在古代,普通士兵是享受不到马格果师这种荣誉的,能有个坑埋葬,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,火葬。 火葬一般发生在古代西方的战争中。 在我国比较少见,因为在西方国家,他们认为火可以净化人的灵魂,让人进入天堂,我国则讲究入土为安,很少使用火葬,通常只有在死亡人数过多,或者尸体已经滋生瘟疫时,才会统一火烧这些尸体,曾有诗人见词感叹道,万里无人收白骨,家家呈下招魂葬。 在古代处理尸体的方法,除了上述说过的两种之外,还有两种是比较残忍的,其中之一便是坑杀敌方士兵,说到坑杀,我们耳熟能详的便是,武安军白起长平之战,坑杀赵军四十万。 从而名扬天下,白起作为战国四大名将之首,他的战斗思想之一便是,消灭一切敌方的有生力量。 据相关史册记载,战国期间,各国征战死亡人数大约二百万,其中有近百万是死于白起之首,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杀神。 除了白起之外,项羽也是有名的坑杀专家,曾经一战坑杀秦军二十万,据悉,现代在西安某地挖出的雷雷白骨便是项羽的杰作,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,坑杀数十万人的白起和项羽后来都不得善终,白起因受秦王猜忌而含恨自杀,项羽则是冰白无疆。 自稳身亡,除了坑杀之外,还有一种方法,更是让人死后都不得安宁,那便是驻金关,经是高丘,冠则是确刑的意思,就是说战败者的尸体会被胜利者收集起来,铸成一堆高高的尸山。 驻金关的目的主要有两种,其一是震慑敌军,让敌军闻风丧胆,不战而降,其二是战胜方将领,为了鼓舞士气。 彰显自己的勇武,让几方皇帝嘉奖自己,因为金关一般是用石灰混合士体铸成,外面敷上泥土,可以保存下来,让人长久观看,据悉,金关最早出现于我国的春秋时期。 在一次战争中,楚国打败晋国,为了震慑敌国,他们就把楚人的尸体排列在城外,铸成一道骇人的坟种,于是就此拉开了我国战后,获胜者驻金关的序幕。 根据史料记载,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金关,便是东汉末年的名将黄辅松所著,书中所记,黄辅松手获十余万人,驻金关于城南,黄辅松镇压黄金起义时, 将十多万尸体铸成金关,震慑敌人,还有隋扬帝三争高沟黎大败而回,战死的士兵便被高沟黎人做成金关,直到唐朝攻破高沟黎,才撤掉当年的金关。 洗刷之前的耻辱,这些战场上战死的士兵尸体,还有一种最为惨烈的被处理方式,就是被战胜方拿来烹煮分石了,这种令人未知色变的处理方式,不是危言耸听,是很多历史资料都有记载的,为什么他们会分石人的尸体? 其实有两种情况,一是战争残酷,往往打到后面,双方的粮草都已经枯竭了,后勤不及又因为种种原因跟不上,所以战场上的士兵饿肚子是尝试,为了活下去,他们一开始会将战死的马匹煮来吃掉,但马匹始终有限,而且在古代战场。 马匹是很珍贵的战争戾器,不到万不得已,是绝不能伤害他们的,这个时候恶极了的他们,就会将目光投向战场上随处可见的士兵尸体,也许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很惊悚,但对于恶疯了的古人来说,这是他们能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,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有的人本身就有食人品,比如隋朝时期有一位将军,叫做朱灿,他的残暴程度令人发指, 后来隋朝面临暴乱,朱灿也是暴乱者之一,他每每率领军队打一次胜仗,夺取一座城池后,就会将对方战败的士兵聚集起来。 烹煮后,分给手下的将士们吃掉,后来他的整支军队也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,所到之处无意尸体幸存。 在古代,统治者们对于士兵的尸体,还有另一种残忍而恶心的处置方式,吃掉,没错,吃人,让活人去吃死人。 比起前两种处置方法,这种吃人的行径无疑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,毕竟人之所以为人,就是因为人能够约束自身的兽性,绝不把同类列为食物。 但是乱世之中人的生命跟野兽也没有什么差别,所以有很多统治者都会抛弃掉做人的底线。 把敌军留下的士兵的尸体当成几方士兵的口粮,在《未尽事语》中就有关于食人的记载,太祖伐使,预略其本献,供三日粮,颇杂以仁服。 也就是说,曹操在外出打仗的时候遇到了军粮短缺的情况,为了能够让士兵继续打仗,他居然把敌方士兵的尸体做成肉干,混进发给士兵的军粮之中,让他们以吃人为生。 这种以人为食的方法实在是太过丧尽天良,也挑战了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生而为人的底线,所以如果不是粮草极度短缺的话。 一般不会有统治者冒天下之大部委干出这种缺德事的,不过凡事都有例外,在隋朝末年的时候就曾有个反贼头领朱灿,酷爱食人。 他把人肉当成天下最美味的东西,每次攻打下什么城镇的时候,他都会抓来年轻的少女和幼嫩的孩子作为食物,在当今世界依旧有很多战士们站在国家的边疆,为我们守护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和平。 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英雄,都得得到了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尊重和敬仰,但是在人命如草芥的古代,士兵们就算是战死沙场也无人可惜。 甚至连尸体都得不到安宁,这是多么可悲啊。 战争是残酷的,对于深陷沙场的士兵,无论是敌是友,都奉献了宝贵的生命,甚至在异国异乡,永远也回不了家乡。 对于阵地前的这些死体,无论是埋,是烧,还是带回,其实哪一种做法都不是最好的,最好是没有战争,没有牺牲,没有伤亡,世界永远和平。 礼记有云,土之高者未知坟。 可见,坟与种看似是同一种类型,但是大家这样想,就是错的,因为老百姓的坟,又怎么可能和诸侯的种相提并论呢?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所谓的坟,就是用黄土堆砌起来的高出地面的一个小土包。